咱们好像认为做这个职业访谈了对吧 能听见吗 你这声音好疲劳啊 我没问题啊 这个咱们问一下直播间的水友们啊 看看就是说大家听得清楚不清楚 这个咱们这样 这个是咱们直播间的一位老水友啊 辣椒老大 不过呢 为了就是说咱们老规矩 因为咱们好战胜没做职业访谈了 老规矩 就是不要问啊 在咱们的现在声音小是吗 就是在咱们的整个的访问过程中 不要问他的工作地点 不要问他的公司名称啊 然后呢他呢也不会回忆大家的弹幕的 他只会问啊 我呢我嘴他只会回答我嘴里提出来啊 审器也是做这个的 就是咱们先让他说一点东西 然后咱们先听听他的声音啊 这个辣椒老大先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就是说这个从业经历啊什么的 好的 就是能听见吗现在 能听见啊 就是我是在零几年的时候 到这边来做这个 那个时候过来打工的 然后最后呢 就是最后开始学习了一些 就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然后我就开始自己做了一个生意 嗯嗯 那到从零七年一直做到现在 是不是就是说已经有了这个 是零几年啊 就是已经十几年了 在这个行业里头已经十几年了 对吗 对 但是其中断过 嗯 稍等啊 我我不知道啊 这个大家能不能听见 大家能不能听见他说话啊 就是因为 这个这个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我把他放在哪 就能不能能能看能不能听清楚他说话啊 这个那 就是我我我我比较好奇啊 什么叫做洋垃圾啊 洋垃圾是咱们说这洋垃圾洋垃圾的 就是他什么东西算洋垃圾 洋垃圾的话 嗯 它总体上的话就配合为什么 叫做固体废物 固体废物啊 也就是说被国家有关部门迷禁止 嗯 进口的嗯 但是又又能够从非正常渠道 嗯 嗯 嗯 像这个他洗手后啊 可能会包括衣服啊 嗯 电器啊 嗯 皮包 皮鞋 还有一些 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用用品而已 嗯 嗯 那这个洋垃圾就是说 它是国家明明进口的 那它的进口渠道又为什么样了呢 它进口渠道基本上都是用传货的海关 嗯 然后它进口过来的话一般都是从那在海关的时候会被打包成那种捆一捆一捆的整整整捆的送过来 嗯 那就是说这个它都打包成捆了 哎 那个辣椒老大你把那个直播间的声音关一下 直播间我没有进直播间啊 那我这说话有点回音 就是你是不是开着那个供放 没有 我有点记得 啊啊啊 那 它打包成捆 然后你过去这个进口 那就是说 是这意味着就是说你在进口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其实并不知道这里有什么是那个意思吗 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他们那个货场里面买的这个都是这样的 像我们的话我们以前做的时候是去平时货场里面买那个分类好的 嗯 分类好的一丢 嗯 像我像我以前做的是那个打字机 打字机呀 对 负应机 嗯 所以这样是废旧家电 废旧家电啊 废旧家电 它也是洋垃圾的一种嘛 那这些家电都是从哪些国家来的呢 或者说洋垃圾主要就是说它是从什么样的国家过来的 嗯 洋垃圾的话它都是来自一些发达的国家 嗯 比如说是日本、韩国、美国、英国 嗯 这几个国家的洋垃圾产出量会比较大 嗯 那这个洋垃圾就是说你怎么定义你这个职业呢 就是说它到底算是一个什么职业 它算是在环保业呀 还是什么资源回收业呀 还是说什么其他行业 这是一个什么行业呢 嗯 可以说是在分资源 但是你也可以说是那个电器垃圾处理工的 啊 电器垃圾处理工 就是说 就是说你们 我们其实也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定义 就是说我自己是干什么的 那你就比如说那亲戚朋友如果问你说 哎 说你干什么的呀 说你现在这个忙我这生意是干什么的 你怎么说呢 你就跟他说是做那个电器的 做电器的 不过是做那个废旧电器的 你这样说就好了 啊 废旧电器啊 那 对 但是官方的那个官方的称国叫做电 电子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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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你说你是做电器的 他说他是收换案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 我不是说我是收电器的 收电器 我说我是垃圾处理工的 垃圾处理工 为什么啊 我我 要帮助其他国家 处理垃圾 这是为什么 这个应该不是 我想不是这个帮助吧 嗯 应该是 就是因为 呃 这个的话应该是 就是要追溯到 三个世纪了 嗯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国的那个工业人要 不什么多嘛 嗯 然后要促进那个商业的 促进 制造业的不断增长 对不对 对 并且翻展 就是我国的垃圾处理 和活泌行业 嗯 然后中国就开始从其他国家的信口 嗯 可以用作就是回收的那些固体肥料 嗯 才变成了就是那个全球重点的固体肥料回收果 嗯 那么那中国从这个里头他能获得什么样的利益呢 或者说这利益有多大 有没有一个就比如说市场规模 每年咱们能到底能从这上面获取多少的利润啊 获取的利润非常大 因为 它的 从以前进口到洋垃圾到现在 我估计都有 它的每年的延长量都是几千多 嗯 都几千万多那样进来 嗯 它会点凉垃圾 像我们做那个电器的话 嗯 它里面会有大量的铜 铝 嗯 这些都是非常高的那种贵重金属啊什么的 你是不是忘了一个最重要的 应该还有金子吧 嗯 对 金子最少 我再说它是最值钱的 对 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 金银铜铁巴 对 因为这个央视都曝光过对吧 大家看过说这个有好多人啊 在码头 然后就专门分解这个硅板 然后本来的这个少数可怜的金子给练出来 然后弄成大金钉 然后好 大家看完了这个血脉喷章说好 收个破烂能弄出这么多金子来 但是这个好像对这个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 想弄练出一块大金钉来 估计你得这个有个几千吨的垃圾 然后才能弄出来 那这个 那你要想一下那个一块大金钉多少钱 对啊 对啊 一块大金钉多少钱 没有 其实也没有太多钱 你要是真是这么干的话 其实收益也不是说特别 有 有的话 他如果用的那个洗的原料比较好的话 他可以用到非常的 如果就是几十斤货的话 可以做到应该有几千克 几千克 几千克 几公斤 几公斤 那你刚才说就是说这个东西还得有什么正规手段 不是 就是说这行业里头 他这企业是一个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存在 就是说这个行业里头它存在的都是正规企业 还是把它成它存在的都是这个灰色企业 就是说有没有正规企业 有没有不正规企业都是什么样的 正规企业以前应该没有 以前没有 但是最近的话应该这几年应该就有 因为国家的环保力度查的比较厉 你应该知道没有人查的话 别人为什么要去做正规的需要多少钱 所以说以前的话都是个体经营制造 他也不管你是做什么的 这个给你一个个体经营制造 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回家拉点东西回来做 就是门槛比较低 就是弄个个体户 然后咱就可以上买头了 然后就可以去捡东一下是这个意思 不是捡东西 就是在工厂里面买东西 然后自己回来拆 那你现在的这个企业是什么样的 不能算企业吧 那是一个工厂里面 工厂 那你现在就是能不能给我们讲讲 你的首先你这个工作地点在什么地方 就比如说你是不是在我们仓库 然后你这个仓库是在什么码头 在火车站什么在机场 你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地方 这种工作的地方的话 就在这种比较偏远的郊外 郊区或者那种比较偏远的小村子 还有的可能在山上 那你现在的这个规模 就是说能不能给我们讲那有多大 比如说有多少工人 或者说你的这个厂房有多大面积 厂房的话应该是三四百平方米吧 三四百平方米 然后就工人的话可能就是二三十个工人 三四百平方米二三十个工人 对对对 那他们都在干什么呢 就是他们的工作流程是什么样的 就是能不能跟我讲讲 比如说你现在你看你三点钟你已经起床了 然后你是不是待会你就准备要去收东西去了 是这个意思吗 没有 我们在我上班的话就是跟他们平时上班的是一样的 就是早上上班 然后晚上下班 然后晚上睡觉 这都是因为放假 然后再给你两天 那就是说你一天的工作流程是什么样的 就是从怎么进货 然后你进货需要什么流程 然后就是说要付出什么样的成本 能不能跟我们详细讲讲 那我应该说明白一下 就是以前我是做过的 因为以前有钱 然后做过打字机和复印机的 然后最后就没有做了 最后然后我就现在就是在帮朋友做 不是我在做 帮朋友在做 那怎么进货呢 进货去货场里面拉 然后拉回来 拿回来的时候就放在传股里面 然后就供给他们裁卸 裁卸之后我们把 我们需要的咱就留下 然后可以用到一部 比如说主板 主板 其他一些东西 对 然后把塑料 塑料跟铝 提这些都卖给别人 卖给其他一个需要去做的 就是说你们其实我简单描述一下这工作 这工作其实就是说你去货场里的把货扛回来 然后你们这二三十个工人 然后七二渣渣上手 然后把所有东西就是人工给分出来 能卖的流出来 然后不能卖的就都扔掉 然后再把它直接出给下间 是这个意思对吧 对 然后我们能用的 就是我们需要的 我们还会拿去再次加工 还会再次加工 因为你刚才说了 你做的 加工就是拿去主板 拿去烤 然后把上面的基层 芯片什么的烤下来 然后基层和芯片的话 可以拿去洗那个精的 洗精子 对 还有一定要什么的 各种含量的 那像这个东西 就是说它的成本 你进货其实就是你的成本 然后咱们先不说工人的这些工资 就说你进货 进货的成本是什么样的 就是比如说你说一大块货 你这一块货是多大多重 然后多少钱呢 这个 它不是说 它是分的 如果说你那个 像菜里买的某货吧 它的货如果是进口货 别人找货 它的价格会比较贵一些 它如果是国产货的话 可能便宜一些 就是这个货还分级别 货还分这个级别 好货和不好的货 对 分很多级别的 买货的时候 就主要去看货 那货是什么样子 就是货都是 货不都是扎好包的 然后就是说看一下 主要也就是看看说这是哪个货 哪产币 其实你也看不出啥来吧 货它不是说扎好包 我说分好内的 就是它如果是笔记本电脑 它就笔记本电脑分一块 台式电脑就台式电脑分一块 还有洗衣机 打字机 打字机 复印机 其他就分一块 如果我是做笔记本电脑的 那我就去买笔记本电脑就好了 笔记本电脑 它里面也会有那种 也会有原装的电磁硬盘 CPU 内存条什么都有 对不对 对 然后那种拆盘的那种机器 它上面什么都没有 它只有一块主板和塑料 还有风扇什么的 那都比较便宜 那像这么一堆货 咱比如说看着一堆 看着一堆笔记本 笔记本电脑 这一堆货多少钱 这一堆货 你一般拿多少钱 就说个平均价就行了 因为肯定每一次 这不一定是一样的 应该是 如果说它是满屏幕的话 就是圆圆做的单电池的话 应该是几十块钱 几十块钱 几十块钱一台 一台 因为是以前的价格 现在你说 现在我不知道那个价格都是 嗯 就是几十块钱一台 就是说它其实也是按台卖的 然后你反正这 那其实这个 这不是就是 这不就是变相转移成本吗 其实就是垃圾处理 然后给分拆下去 然后 相当于它其实是在卖二手商品 对吧 二手报废商品 二手报废商品 那工人 那就是说这工人拿着这些东西以后 然后他们就是说 那他们也得也得懂一点吧 就是说也不能也不能说乱拆吧 那你也不能说 就是咱就拿个大锤子 刮的砸碎了 就肯定也得懂一点 这个什么这个电脑的基础构造 你知道怎么拆对吧 对 电脑它 我没有没怎么做过电脑 但是我看听朋友说的话 就是你做电脑的话 它有屏幕有的是好的 屏幕可以再次卖 然后你拆的话 你直接把那些全部分解出来 它没有并没有说那你敲坏它 很多上面的主板的CPU 或者其他的都还是可以拿去拆 那就是说这些工人 也不是说你随便就能找的 就是说这工人他也需要熟悉的时间 你也得给他做培训 对不对 对 他每一个工人他不可能来了就会 他也需要一段时间的去训 去教他想他怎么拆 然后再几个焦虑 那这一个工人 那一般来说 他就是他这个收入如何 比如说在你那干一个月 比如说我去 我现在我什么都不会 我也不知道打字机怎么拆 比如说我现在过去 你得多长时间能把我培训成 我能熟练拆打字机 然后你打算一个月我能挣多少钱呢 熟练的话应该是半个月到一个月 那收入呢 收入的话 它有分很多种的 就是有一种是基建的 基建的 还有一种是做天数的 就是什么 基建和什么 做天数的 天数 天数 商业内买一点钱 那就是平均一下吧 就是说这个一个月 这么一个工人 像我这样的没有什么经验 但我很快可以变成熟练工的 你说一个熟练工 在这个一个月能大概挣多少钱 六七千吧 六七千块钱 因为这个我们还是要说一下 就是说 他呢在一个这个沿海地区 但是不是说这个是一个这个一级城市 所以六七千呢 在他们当地 应该算还可以了 对吧 应该算是一个 不能算是一个高工资 但是应该算是一个比较体面的工资 应该是差不多吧 我说的这个是平均的话 如果说就是那种就基建的话 高一点会可能有八九千 对 就高一点的可以拿到八九千 但是就是说平均 可能就是五六千那样 五六千 五六千块钱 就差不多 那刚才刚才有一个水友在问啊 就说他比较他比较关心 就是说有没有工作的时候 应该这个经常会接触 谁知道你这个这个洋垃圾里有什么 就说这里头肯定有一些 这个是不是有一点防护啊 那些劳保防护啊 有没有防护服啊 有没有什么这个什么厚一点的劳动手套啊 就是你们会保护这个工人 就是说不受伤啊 或者说不吸毒啊 什么的 就会有这些保护吗 我就是一个工人 你就是一个工人 我就是一个工人 保护的话 老板会买那个口罩 口罩 老板会买手套啊 老板会买一些的工具 因此需要来做一下 来做一下 就是说这个保障就是你自己觉得啊 就是说平行而论 你觉得靠谱吗 基本上等于没有保障啊 基本上等于没有保障啊 但是就是说反正东西还是有的啊 就是或多或少反正啊 准备了 就是因为 因为他在排解的过程中 会有大量的分层 那种会怎么 嗯 会吸到肺里面去 那你说对这个神经生理肯定不好啊 嗯 就是说就是说那你平时肯定是 就是大家都戴着口罩是吧 就是那个方向PM2.5那种工业口罩 对不对 啊你想到了 就是说那种平时的口罩 棉布口罩是吗 就是那种也有 也有 也有 也但是不是补给的 每个人不是 每个老板都买那么多口罩 哎 那就是说这个其实对人身伤害 因为刚才沈七也说了 就说干十年啊 这个人的可能那健康风险的比较大啊 那那就是说那 那其实你要是说这么干的话 那就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啊 这当然我我不是说你啊 就是说会不会有一种可能 比如说这个工人哎 看到了说反正我这个挣的也不多啊 我还是搭着我的健康的给你做 就是我看好的东西啊 我k你一块啊 我问你我问你偷一块啊 我穿兜里就会不会就是会经常干干点这个呢 我我还是没有预计到一个会问这个问题 哈哈哈哈 就是问问吧 嗯 我真的非常可能 我回答你一下 就说非常有 啊非常有啊 要不然的话可能 嗯 而且 嗯 这个里面还形成了下一个就是那种黑色的产业链 黑色产业链 就是说 嚣张产业链 这也可以说是嚣张产业链 啊 嗯 那能不能跟我们讲讲这个怎么怎么流出去的 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它是怎么销出去的 怎么销脏出去的啊 啊 那这产业链是什么样的 然后通过这个产业啊 通过这个灰色的产业 能够补贴你每个月的收入能补贴到多少 我不知道 但是 嗯 听别人的做那个老板子说的呢 嗯 应该是 就是他会在你上班的时候就是 趁你不注意啊 或者是监控没有看到地方 嗯 因为呢我们上班的那个工厂里面那个监控的 对不对 那有监控的 然后他可能没有看到 然后他就拿回家了 拿回家了 然后他 他就 他可以卖给别人 卖给别人就是那种 哎 收了一些货的 嗯 所以收了一些货的 他把这些像收起来 然后他自己去做 他去实际啊什么的 他去卖给别人 嗯 嗯 可是这玩意上它怎么偷出去的呢 你说要是说咱这个什么做个笔记本电脑呢 你说我偷两张内存什么的还可以 你说你是做洗衣机的 你说你怎么偷出去呢 铜啊 铜啊 好吧 还就是说 对啊 以前那个 还有以前那个不锈比较贵的时候还偷不锈 嗯 这什么东西 不锈啊 不锈钢啊 不锈钢啊 就是还可以K这两块不锈钢 或者K这两块铜啊 反正就咱们就 就拿走了啊 那 那就是说可以预料到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 你真的给偷出去了 或者说你真的说 进入到这个下一季灰色产品 那实际上 对你本人每个月的月收入 好像也没有什么 就是说肯定是有有有帮助啊 但是也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对不对 那这个真是 那得偷陶姐的整排席 就不会才能偷出去 那那就是咱们 咱们不说这灰色材料啊 说的太多了 这个到时候咱们人都变阴了 咱们说一说啊 可以贩卖的这种洋垃圾 因为我比较好奇 因为原来我在淘宝上我经常能看见 其实它明显就是洋垃圾 而且它有的时候都会明摆着写出来 说我们这是一洋垃圾啊 流出来的 从天津啊 什么这个港收过来的 这些洋垃圾 他们最后就是说 你现在看见的这些洋垃圾 他们流入到这种市场里头 他们有多少 然后他们都以什么形式流进去的 就是说会不会有人说 我这洋垃圾翻新一下 然后我就一次充好 我卖个新的啊 然后有的人说 我就标个二手的 就是说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你看到的是衣服还是什么东西 就是什么都有 有衣服啊 有什么 这个什么音响啊 什么的 什么都有 对 它有 就是它每一个有些电脑 有些音箱或者其他 拿过来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全部都坏了 它有些东西是好的 有些是好的 然后可能就是有专门那种做二手生意的 就会把这个拆掉 拆掉 然后把这个东西或者主板或者其他的东西 拿去 然后装到其他上面的上面 电子上面去 然后再卖给别人 自由的 嗯 就是说那 我们在就是说你从业者 你会不会实时感慨 就是这帮这个资本主义国家 实在太浪费了 这么好的东西 你还能用呢 你就给扔了 就你们会不会经常感慨这件事呢 我以前有 就是你有没有见到 你有没有见到过就是说特别夸张的东西 就是说这东西我靠 你这就给扔了 就当他继续扔了 就是你有没有见过这类东西 有吧 有吧 就是以前沿过机太好了 然后跟别人刚刚没有猜过 那个膜 膜还贴在上面 然后拿过来就完全可以用的 就是机器膜还在 然后就给扔了 完全可以用的 还要是上面脏了还是什么东西 上面比较大 然后就把它拿过来 这真是资本主义太浪费了 新的东西 然后他就给扔了 因为我们经常看 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乡镇 乡镇有这种油伤 流动的那种卖衣服那种小贩 然后有的时候 其实在一线城市的某些城中村地区 可能也会有 这种衣服是不是有很大可能 他其实就是洋垃圾的 你看他是怎么卖的什么东西 他如果说是他那种比较 看起来比较不错的那种衣服 是很便宜的话 应该就会是 就是洋垃圾 对对对对 因为你想见他那个衣服 你看起来的质量还不错 我都还有 我看起来款式还可以的 但是你看他的价格 二十九二三十九一件 那就肯定 那就应该会是 那就是说 这个我如果买这种洋垃圾 有没有什么风险 就比如说这个洋垃圾 因为在处理的过程中 他会不会有什么二次污染啊 或者什么的 然后就会不会有这种风险 肯定会有二次污染 他也没有说 因为包装再装好 直接是打到的 然后也能过来的 有人说小心艾滋病 艾滋病可能这个够呛 那么长时间运过来了 那啥艾滋病毒 他在衣服上会携带一些病群 但是基本上很少 因为我们做电器的上面 你看到拿过来的时候 我跟你说操不上的 那你们会消毒吗 就是说你们会有一个什么消毒的工序 因为这也是保护你工人对不对 没有消毒 没有消毒啊 那就是说不管多脏 你们都是直接上手就开始闹 对 那有一些那种味道特别大的 你都不知道 我都不想说它是哪里出来的 那你开始跟我说说 就是我们没想象力 就是它大概哪里出来的 有的你会看到电脑电器 电脑电影器 里面会有那种死老鼠 然后会有其他那种 比较肮脏的东西 它在上面 那这么 那就是说这个东西它这么 那么大的污染源 或者说或者说这个 其实这个真的挺流浪健康的 你有没有同事因为做这行 然后 就是有什么疾病啊 或者什么遭遇什么不测 就是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或者什么同事的同事 即便有啊 我以前就遇到过一次啊 就是一天 就是裁一台地址的时候 裁了的时候 大家没感觉什么 裁了之后 然后就是可能灰尘嘛 它垂到那个风扇上面去 然后去的都满场都是 然后大家都感觉到全身发痒 然后全身就开始洗那种红色的小胳 那这个后来 这应该是病菌感染 那后来有去什么医院什么的 那像这种情况 就是说老板会不会 他是不是就道义上 他也应该说给大家出点钱 就看个病什么的 如果是严重的话 但是好像也没有太严重 他们买了一些那种皮肤高的那种药 会查一下就好了 就是反正 算是也有医疗救助 然后给你喷点什么 然后就过去了 各位 这个当没这么回事吧 然后就接着赶活了 就这样是吗 对对对 那听说 听说有核废料 就是说有核废料也当成了洋垃圾 就是也用不来了 那像这种核废料什么的 那这怎么避免啊 就是说有的东西可能他都按捆卖 那你说这个死老鼠在机箱里都有 那万一要是说有什么核工业爱好者 他往这个机器里加了什么东西 那这怎么办呢 核废料我倒是没听说过 因为这个听说了 你知道了你也查不出来 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 你怎么知道他说核废料 就反正那辐射就辐射了 反正咱也不知道了 只能是这样 对啊 那我们有没有 我们猜的 所以也没有那么辐射去检测过一下 那不是我 我现在我 我还是不要好提啊 就是说 这个 这个垃圾你收上来之后 它是什么检测 你们都不会再做了 是吗 就是说我只是去看完了这个垃圾 然后老板看完了 说这行 这块就过来了 就是然后之后到你们工厂 什么检测都不会再有了 是这个意思吗 不会要了 就直接就大家就上手 然后就开始干了 对 他就直接开始干了 那 那 那比如说 那你比如说你碰到了 像刚才说那种那个死老鼠这个问题 你像这 因为这已经属于严重的生化污染了 那 这些的话你们会通知 比如说有关部门什么的 或者来处理一下 还是说你们直接就当垃圾就扔了 嗯 嗯 对啊 然后那你怎么将他们处理 因为他这个都是 以前做的都是暗 都是偷偷做 那你家没人来处理 那不再抓你 哈哈哈 对啊 贼很多贼了 咱们这个暴露了 这样也不行啊 哎呀 那就说明 就说其实 那咱们咱们说说吧 就是说这个工作环境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这个工作节奏怎么样啊 那就是说每天上下班这工作节奏如何 下午下班的话就是一般都是早上七点 然后开始工作 一直工作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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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五到六点开始吃饭 吃饭的时候可能会休息一个小时 嗯 或者做基建的话 做基建的话可能不会休养 就是连续 连续做 嗯 连续做到晚上六点 就是下午六点 早七点到晚六点 对 啊 就是 每天十一个小时啊 就十个小时吧 中间有一个小时休息 对吧 就是说 如果加班 如果加班的话 工作愿意加班的话 或者需要赶货 嗯 还会连续工作 还会连续工作两三个小时 那加班肯定 这个因为计价的 或者说计时的 肯定是有加班费的 对吧 对 都有加班费 嗯 那就说你在工作的过程中 有人问啊 说有女孩子做这行吗 应该有吧 应该很多吧 嗯 应该挺多的 那 那很多女孩子做这个啊 嗯 那就是说那个工作的这个 就是说这个节奏呢 紧凑紧凑 就是说是是 是完全就手里就停不下来 就是每天在那嘎嘎嘎嘎嘎嘎嘎 就在那K着这点东西 还是说 还是说还可以说说话 啊 还可以这个呃 累了还可以稍微这个放松一下 就是他这个密度大不大 可以说话 然后你可以可以说话 然后你跟别人聊天也可以 但是他做基建的话呢 可能没时间说话 因为大家赚钱 嗯 如果是做那个 做那个打卡的 嗯 他肯定一天到晚跟别人聊天 嗯 嗯 就是 就是说反正 怎么说呢 反正肯定应该比马农稍微这个节奏 我应该稍微轻松一点 我觉得是 听着好像 我们这里就是比较自由的 啊 啊 你想上班的话 你上班的话 你就是上班 然后你想休息的话 你也不用跟老板说什么 你自己可以休息 直接就可以休息了 有什么事情 你要等的话 跟老板说一下 你就走 反正要不就是计价 要不就是计时 反正你离开岗位 就没有钱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反正就 没有没有钱 至于你什么时候需要钱 那是你自己的安排 老板你就不管了啊 反正就是这个给你提供一个工作岗位 那那咱们聊聊 就是这个万恶的老板 啊 万恶老板 万恶的老板 他 有多挣钱 就是说他这么 他这么压榨你们 他有多有钱 他有多少钱 嗯 就是说他他比如说咱们说最好最坏的时候 这个公司的收入总体收入怎么样 嗯 嗯 他一年 他看你做什么 如果说你是做电器的 像手机 嗯 或者电脑 可能他的收入会比较大 但是他的资金量也比较大 他的账本也比较大 嗯 如果说你是做那个打资金像我们这种 嗯 比较小的 我以前做过的比较小的 然后他可能他的收入会比较低一点 嗯 他的投资也比较低一点 嗯 嗯 他如果说你是做塑料的 做塑料的 或者一些 或者做那些铁铝 沈七就是做塑料 沈七他说他就是做塑料 他就是做塑料的吗 对他就是做塑料 他说他估计你们那个厂 一年大几百万 就是说 是多还是少 就是你老板 老板一年挣个几百万 是多了还是少 几百万算平均吧 算平均啊 就是 对对 他如果是像以前零七年的时候 那个金价比较高 嗯 金价比较高 他一年赚个八九百万也是有 嗯 就是一年八九百万 其实其实这个之前 我跟大家那个在直播里有说过 就是原来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在深圳 他就干这个 他干的事其实比他们要简单一些 他是干什么 听着啊 应该是他们的就是上一家 就是那个扎货 你说的应该是上家 对就是是他们那个上一家 他是在那个应该是在货场里面 对就是他是干什么呢 他是就是说夜里头 他们搁几个 他们其实没有几个人 他们的所有工人都是临时的 知道吗都是临时工 然后他们就租了一个厂房 然后每天晚上他们成极光箱的 把那个货买下来 买了货以后他们直接分钱扎好 第二天早上就把它卖出去 所以就有点像是听着应该就是他们那个上家就是给他们分货 我这朋友呢就是在零几年的时候 他最挣钱呢 他是一个月就是他们这个总共利润是能这个到400万啊 然后就是一个月 然后他们几个人几个人分 然后就这么着干干的 最后这哥们就膨胀了 就成了一个这个大胖子啊 然后就原来是个小瘦子 现在是个大胖子 然后那个说话就是也不招鞭了 张嘴就拿几百万块钱 他交给钱吧 那就是就是这种 所以所以就是其实看那对 沈七说货厂是得有关系的 他他跟这个当地是肯定是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这玩意呢 反正这个越往上啊肯定越挣钱 然后呢 对对对对 他他他他他从海关进过来之后 从那种大块进过来之后 他货产的先会挑一遍 嗯 他把上面的有些零件会先裁掉 然后自己拿去买 对 然后再卖给卖给你这些做的 所以说你买了很多货其实都是不完整的 啊就是说好的 其实已经被他们都给过滤一遍了 然后他们不光是卖这个破烂给你挣钱 他还把那好的东西他都给他可能再出 那个货源在就是他他在出给别人 所以就是等于他是挣了两层钱 对不对 对对他挣两层钱 嗯嗯 那咱们都知道 就说前几年吧 好像就去年前年都说了嘛 就说这个中国人说宣布禁止 进口这个洋垃圾了 但为什么现在又可以做了 嗯 这个意思是他的打击是在打击 但是他并不是说全面的禁止 而是说一边禁止一边疏通 将这些很多小场啊或者不合规矩的 或者是在那种 沉香结合物里面的那种场啊 然后集中到一个远离群众的地方 然后采用那种合法的方式处理 然后集成一个园区啊 这样 他并不是说完全禁止的 因为完全禁止的话 你根本禁止不了啊 那你这么大的财力 嗯 嗯 每次这个这个里面有很多功能的 而且那你全部禁止 然后他们去做什么 对 因为这里头呢 就是说其实这还是有一个 这个国家贸易政策的问题啊 因为就是说 像中国出口洋垃圾的这些国家呢 他们实际上是给中国补助的 就是他们实际上是给这个行业补贴 但是这个行业补贴 是不是到了 是不是到了这个 呃 这个就基层这个工人啊 或者说基层这个工厂的手里 那不知道啊 那这个我们我们就不管了 但是实际上这些国家 其实这些国家像中国出口这个洋垃圾 是呃 他们是有这个补贴的 是有这个垃圾处理补贴 这个是来自于垃圾出口国的补贴啊 所以呢 其实在过去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产业 对 这个沈希说现在其实也这个不能做 就是说明面其实还是不能做的 因为这个 但是他说废旧处理厂确实是可以的 就是说你现在实际上你说你是在收洋垃圾这个事情 这个肯定不行 但如果你现在说你现在在做环保这个事的话 那么理论上是可以的 那就是现在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厂 就是说他现在还是个体吗 还是说他们现在已经是一个正规企业了 还是个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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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原区里面就做的话他会有很多限制 嗯 那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说改变 就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在园区外做的时候 和在园区里做的时候这个改变是什么样的 在园区外面做的话 他是自己家的房子 他不用叫房租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他的货 他想来多少货 他必来多少货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的话就是他不用担心 你可以想停止他 如果你的园区里面做的话你随时可以停止他 就是说他可以控制所有的公司 比如说这个月不能做了 然后马上就可以那个什么就可以那个做了 对吧 沈七说 他不让你进货也肯定打购 沈七说 就是说现在进口洋垃圾是只能靠走私 但是废旧处理的话 你国内也有很多垃圾 就是说大家还可以做国内的 是这个意思吗 对国内的是可以做 那现在国内的那个货不怎么好 你没有那么国产的你应该知道 就是说跟这个洋垃圾比起来 反正都是垃圾 那洋垃圾和这个国产垃圾 它肯定它是有一点区别的 对吧 对对有区别 价格 那现在你比如说你说进园区 那现在是谁想做 说我只要我说我到园区里做 我就可以做吗 就是这行业现在需要门槛吗 然后比如说你刚才说个人就可以做 那个人就是说咱说做就做吗 就是说比如说我在园区里我租一个地儿 然后我也想做 然后我现在马上可以去做吗 对啊 你有那个资格证 有钱 等货 有货员 就可以做 那资格证怎么拿 资格证是从哪拿来的 资格证应该是还资格证 我以前没有拿过资格证 嗯 嗯 我以前是那个偷偷偷偷偷偷 偷偷偷偷偷 就是说那资格证理论上应该是谁在发呢 应该是就说就说做这个整个这个事 呃 他应该是受国家哪个部门监管 是比如说环保呢 还是说是海关呢 他应该受什么监管 监管的话应该是海关环保卫生还有环境检测 啊就是环境检测卫生环保海关都检 对吧那这里头有什么管理收费吗 比如说你们要固定交给海关 或者交给这个什么 又有什么固定的管理费吗 嗯 会交给某一些部门一些 就是让他不要来查的那种费用 啊 啊 那那不能说太心想 啊对对那那这个费用就他这就不算是固定费用 啊那如果说 啊那如果如果说那那会不会就比如说我交了点这个费用 这国家比如说因为我做的是资源回收 或者我做的是环保那 会不会就是说能弄点什么补贴啊 环保补贴什么的就会不会有这种费用能补进来 啊如果你在园区里面的话应该是会有补贴的 不过那个补贴 这些好像也不对不太对等 嗯嗯嗯嗯 就反正就是意思意思 对对对 而且呃 做的话就是 他以前在外面做的时候啊 嗯 如果有人查环保 是会有人通知你的 啊 啊 啊 然后通知你之后那你就可以停放假或者去到 然后逛门 然后这个事情过了之后你再走 就是说就是说这个有通风报信的说白了 对对对有有有有通风报信的 然后这个反正通风报信的 嗯 至于为什么人家给你通风报信 这个就 就这就无所谓了 对吧 这就无所谓 他是非常厉害的 因为他可能 嗯 像定位一样 他知道那个 那个检查人员在哪里 他就知道 啊 反正他 至于他为什么知道 这个事就不用问了 啊 对 可能就是了嘛 你前面那条街在坐 然后后面那边在检查 啊 然后呢 那我今天那条街来了 典长连来的时候 他就关门 然后后面那条街 就开工了 后面那条街开工了 啊 对对对 以前以前有的 但是现在因为演讲他非常厉害 嗯 所以说应该没有这种事情 啊 现在因为都在园区里了 就是说要查大家一块关门啊 然后走了以后咱们大家一块开门 啊 现在也有在外面 并不说全部都在园区 啊 那在外面呢肯定就肯定是不合法了 对吧 肯定就是就是这个黑作坊了 对吧 尤其是他现在如果做 啊 他现在如果来做洋垃圾的话 那肯定毫无疑问是黑作坊了 对不对 嗯 对对对是黑作坊 嗯 嗯 嗯 那就是说那个 有没有就是说这个你 哪一批货物 让你感到非常吃惊的 就是说你能不能跟我讲讲 就是你在收这个整个洋垃圾的时候 让你碰到的比较印象深刻的这个东西 或者碰到的比较印象深刻的事 嗯 比较深刻的就是有一些 嗯 受的护化 它都比较 比较脏 比较脏 啊 就是对对对 非常脏 啊 刚才说的那个死老鼠什么的啊 啊 那就是这个都是不好的回忆 就是有没有有点美好的回忆 比如说收着特别美丽美妙的东西 说这么好的东西 然后你给扔了什么的 除了那贴了膜的 就是还有没有说 比如说 什么机箱里的除了死老鼠 它就没有什么什么什么内衣裤什么的 这算惊喜吗 哈哈哈 就 就反正这个 有没有 有没有 这 这就是说让你觉得特别吃惊的 啊 说这个玩意儿 可能就是拿到比较好的货 啊 比较好的货 就是 就是用比较便宜的钱拿到比较好的货 啊 那就是 其实这整个的工作看起来 好像也没有什么 就是说这个惊喜 说这在这个工作中 反正碰着垃圾啊 碰着里头的死老鼠也是一个常态 啊 然后反正碰着这个 碰着比较脏的东西是常态 但是老鼠的话应该不算是太常态 啊 哎 那就是说 比如说如果碰上特别脏的这些东西 那 你会不会有一种想法 就我就跟老板说 这玩意儿不能用了 我就直接给他扔了 就完了 就是你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啊 不行 那这老板用钱买过来了 呵 就是说 多脏你也得拆 啊 就是里头有啥呢 工人的话多脏 那都能拆 嗯 那你们这个厂房里头的这个味道 嗯 这能不能形容一下 就是你们这厂房里 是什么样的味道 这是香的 啊 真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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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觉得 你应该想象的那种 就是那种数量什么的被扫焦 然后主管被扫焦的那味道很 啊 就是说近年这个能 嗯 是不是这个待时间长了会 会 就觉得自己 哎呀不行了 我今天得白血定了 啊 就是那个是 可能会自闭 可能会自闭 啊 就是说 就是说 这我能想一下 我现在我现在其实我脑子里人家有一个画面 就是说 他的那个那个 那个 就现在这个工作这个情况是什么样 然后又缺乏这个保护 那 你刚才说了 就说反正现在你是跟朋友在一块做 那 呃 老板这肯定那既然都是朋友的话 那老板肯定是对你应该是好一点吧 就应该不会太那个 不会太 就是说 这个鸡贼或者什么的吧 就是 老板有没有一些比如特殊观照啊 说这个 哎呀 这个说 工作环境不好啊 给你买张车吧 就是有 有没有老板会这样 没有 但是可能会给你一些 钱 或者就是红包 是什么 红包啊 那 可能会比别人多啊 是吗 比别人多一些 那其实你在这里头应该也算是一个 老资历了 因为你已经在这行业里十多年了 对吧 对 因为我以前是 比较小的时候就过来这边了 那 那你在 就是说 你觉得啊 你跟其他的工人 比如说这个行业做了十几年 跟做了几年 你们有特明显的差异吗 因为这点东西可能就是说你是收什么的 你刚才说了半个月一个月可能就做完了 对吧 就培训就可以做好了 然后熟练度的话可能也在三年之内 就基本上大家都差不多了 那老工人跟新工人有什么差别吗 或者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就是说 现在进入到这行业里头 你觉得 做十多年 然后你觉得这是一个行业吗 这对于你来说算是一个事业吗 不算是吧 但是他至少可以让你的经济得到感善 经济得到感善 就是像你刚刚说的老工人和新工人的差别 老工人他可能在那边待得比较久 他认识的老板比较多 他可以 就是像我 你可以在这里面不做了 你可以在其他老板上去做他也会很欢迎 就是说 其实你们的跟老板的雇佣机制 实际上是一个挺松散的 对吗 就是说也没有说说谁必须得在哪 就是说也有可能是我今天在这做 或者我明天在那做 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是吗 会有但是你不可能说你今天在这里做 明天在那里做 老板也不知道安排 你可能就是说这个月在这里做 然后工资或者他都不满意的话 你可以换 就是说反正路子肯定是比新工人要宽很多 但是在业务方面 就是说你觉得你有什么优势吗 优势就是更熟悉 更熟悉 那你做的可能就会更快一点 老板可能会他的工资可能就会给你增加 嗯嗯嗯 那那就是说 新度来的肯定你什么都不会 你什么都不会 然后那老板还要叫人叫人来教你 所以说这边的老板 很多他都不怎么收新工人的 不爱收新工人 反正就是都得收那几个手俩 不过那你要都是手俩的话 那大家其实 那就是老板 那换句话说 其实在你那园区里头 老板和工人 大家和故乡之间都熟人 就这就这意思对吧 就是说反正今儿你在这儿 明儿我在那儿 反正这个明天干的不好 换到他家去 就反正都大家都认识对吗 啊对对 就是一个工厂的话 他有里面的老工人的话 他会给你介绍 介绍他的 亲戚或者朋友在里面来来 这样的话老板就会要 然后如果你单独一个人去找的话 他的老板就会考虑很多 嗯嗯 那你都已经做了这么多年了 然后呢 那你觉得你未来会怎么样 就是说你有没有想过 因为这东西你刚才说了 其实他也并没有什么门槛 对吧 然后你也说了就是资金量 资金量大的做法 然后资金量小的 资金量小的做法 那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说自己去做一个这个公司 然后你也顾这么多工不认真 你有没有想过呢 我以前有做过 做过打字机和护影机 自己做了 他里面的企业会比较多 然后主板会比较少 然后他的利润会比较小 因为一年的话可能也就20万 20多万 20多万 那跟这个 就收内电脑的什么比起来 他就有点太少了 他们的投入很大 那我投入很小 那他们的投入一般是在多大的 那你的投入小又又在多大的 我几十万可以做 他们呢 他们的话就可能 他们可能会要 会几百万 几百万 就是说需要这个 需要这个规模 需要大量的收这个垃圾 然后才能做 对 他一测的话可能就是 像电脑手机的话 他是可能非常非常贵的 但是但是 我们两个就一卡车 你才多少钱 一卡车 然后你一集中箱的话 他才多少钱 很便宜 那就是说比如说做打字机这事 虽然说一年只有20多万 但是 那你有没有觉得说 是你为什么还要选择 就是说你你不自己做了 你要去给别人做 就是 其实挣的虽然是少 但是 基本上也不算太少 对吧 因为环保差很严 然后你如果去做的话 被抓住的话 可能会中了 哦 那就如果说被抓住的话 那给我们说说这后果吧 就是说 有 我曾经有个朋友 他跟我说 他就是他一个老圈 他也是做数量的 做数量的 然后做的话被人举报了 被人举报了之后 那个环保 当地的环保我们就过来查了 杀了 那他 他老婆呢 就说一位 就是不想被查嘛 嗯 给他们那理论 然后老婆去 跑到那个楼上去跳楼 嗯 跳楼 然后呢 别人就 那里要跳楼 别人就打了个消防 打了消防 然后他也老乡 因为那是外地的 跟我们是 都是外地的 然后外地那也工人 那就不了解 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 然后全部 啊 几百个工人 全部聚在那里 然后把消防给堵了 嗯 不让那个消防给救了他 嗯 然后就 就那个 这个老板被 这个老板 他就被抓了 被抓了 判了一年 判了一年 对 那 其实说这个事情 怎么说呢 就是说 那 所有做这行业老板 其实他们是有一个觉悟的 这个觉悟就是说 他们并不安全 是吗 就是说大家其实都做好了 嗯 嗯 大家都已经做好了 随时准备这个 遮掩权的准备 所以说你当游戏的时候 你就需要拿钱给游戏 然后检查的时候 他就会通知你啊 什么的 你要提前做到预防 嗯 我刚才沈七说我可不是啊 我刚才要插掌字 我说你认识这老板 是不是叫沈 不是开玩笑啊 这个 那么 这么说就是说 其实这件事情只是说 看起来没有门槛 但他实际上其实还是有门槛的 他这门槛就是第一个是你资金量有门槛 第二就是说你跟 呃这个 某些这个部门的关系啊 也是有门槛的 对不对 就是说就是不是说你自己说想做啊 虽然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这里头其实门道是挺多的 因为稍稍稍稍 有一点不慎啊 那就有可能会摊上这个法律责任啊 那其实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啊 那对对就是就是在我们这边在这边的话 这几年的话应该被抓的去做了都已经应该有很多个 那么已经很多个了 那你身边就是说 嗯 有你身边有没有人有进去呢 身边有被罚钱过的 罚钱罚了多少 罚几万吧 罚几万几万好像还可以啊 就是不坐牢的话罚几万还可以 会比较严重的就是他去洗那个黄金的 嗯 洗那个银的 嗯 他的环境固然是非常怕的 因为他那个洗的话 就用那种土法 土法去洗了 然后就那个硫酸小酸 这些比较严重的酸 然后集合在一起去洗那个金的 然后他洗出来的时候 他会对那个 嗯 他在空气污染 然后水水污染 关键是他会对 他会把这个洗液直接倒到水里头 啊然后这河就完蛋了啊 这自然水体的污染 这是非常严重 对对对对对对 他像在这里这个增上的话以前 他那个水的话以前的话别人 用那个地下水是直接可以喝的 但是现在你那个水下水你弄上来之后 你发现他非常的黄 而且也没含铁量非常高 含铁量非常就是说重金属污染了 这个已经是重金属污染了 啊重金属污染非常高 而且中处的那个东西 中处来这个什么粮食啊 他也会有很多很大的问题 嗯嗯 那你们现在那个 就是你现在所在的这一块 你们的生活能感受到这个环境污染吗 就是说特别明显吗 现在 嗯 他有的人去洗那个金的 嗯 去洗那个黄金的 然后得那么肺炎 然后就死掉了 这种 你现在身体应该还好吧 我 嗯 我去检查一下 就是 不是你不做体检吗 你们这个应该是每年应该 应该频繁做一下体检吧 要不然 体检的话是你自己 你觉得对自己负责的话 你去做体检 那还是得做一下吧 就是说 因为你都十几年 你这十几年没有得过什么太大的病吧 就是说没有 就除了上次 那个粉末的那个过敏 就没有 没有什么太大的 但是但是我能感觉到 因为嗯 我经常那个 这个鼻 这个鼻子里那个鼻膜 嗯 鼻黏膜 因为那个会成太多 会有磨損 出血 可能会有鼻血 会流鼻血 这就是 这是因为这个空气中的颗粒物 然后这个你鼻黏膜 对对 鼻黏膜会非常那个 就是有个人鼻黏膜 非常容易出血 啊 因为这里有很多血管 所以就 就出血 但是那那就是说还是想问问你 就是那你以后呢 怎么打算呢 就是说是干这行一直往下干 还是说 嗯打算 这个换个行当 或者说这个行当里头 你还觉得说有什么可做的 然后想再深入的做一做 这个行当我觉得没有什么 可能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可做的 但是可能别人看来还是可以做的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 因为今年那个2018年之后 嗯 去年2018年那个环保局发了一个通知嘛 嗯 就是在这个就是明令禁止的那个 两大集里面又增加了很多条 嗯 而且对那个 对这个管理这块更加严格 嗯 嗯 所以说你我不太看好这个群体 其实就是说这东西 因为这东西的环境 确实是一个特别大的污染 那么实际上现在管理洋垃圾 就是说禁止进口洋垃圾 这事儿也是一个更大的 也是出于环保的考虑 对不对 对 它是一个大使所去的 嗯 嗯 那 嗯 这个跟国家的发展也是息息相当的吧 对对对对对 但是这有人说这个戴房子面具 戴房子面具你没法干活吧 这个口罩可能也就是 可能也就是极限 就是说配一个口罩干活可能也是极限 而且你想想他们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十几个小时 你要一直戴这个口罩在厂房里的 其实这个工作环境 我不知道 因为因为很多朋友那个地方就是空气不污染 或者也没有戴口罩习惯 但实际上你如果在北京 你不用说戴十几个小时口罩 就那个PM2.5那个口罩 你戴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你就觉得已经就够呛了 而且那个口罩也没有那么长的寿命 你知道吧 口罩那个防片2.5的工业口罩 这个使用实现可能也就是十几个小时 二十个小时 就基本上就到头了 他也就不能再过滤了 所以这个 这个他他刚才也说了 他说也不可能是说给你配那个特别好的那种口罩 就是说还是远离这个行业比较靠谱 我觉得说如果你在这行业里头 你说想办法我怎么去防护这个 这个西物 这个 这个颗粒 这个可西物颗粒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个办法 所以那那就是说 未来的某一天你可能会离开这个行业 对 我觉得这个行业并不适合现在的年轻人 因为他并没有什么未来可以让你去学习的经验 或者什么其他的 因为他没有 我不觉得他有什么未来 就是说那你有没有说想过说这这十几年 当然你学到了某些技能 就是有没有能谈得上是学到了技能的东西 学到了技能就懂了一些金属 然后懂了一些塑料 懂了一些做生意的什么做法 但是这个做生意 我觉得好像对自身帮助也没什么用 所以因为没有那么大资金量 没得关系 所以这个当然是说不好 万一哪天有哪个什么沙特阿拉伯 什么阿联酋来的王子 他说得了小弟我给你偷点钱 你自己开个化工厂 那没准就用上了 虽然这种这种概率 一般阿联酋来的王储什么的 就是口饭的比较多 只说不练的比较多 很少有真的偷钱 像其他国家的买货的也挺多的 对 其实可以说是积累了一些基础的化工经验 对吧 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在化工口 或者说因为毕竟还是懂一些电子产品的拆装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在电子产品 或者说在化工领域 然后看一看 就是说未来有没有什么发展 因为其实照你这么一说的话 这个工作只能说是在当地的话 那么收入算是不错 但是也谈不上说有什么可持续发展 什么的 好像也真谈不上 对不对 对 因为环境是经济的一部门 它会越来越严格 越来越严格 越来越严格的话 你做的东西 你肯定就做不下去 做不下去 因为它的要求太高了 要求太高 给你的做生育的版本 不成证明 那你觉得就是说你现在你这个公司 你觉得咱们不说长了 能干到2020不? 那应该可以吧 应该可以 那只要说老板 老板在那边没被抓到 或者说他有固定的货源 他就会一次一次做下去 那就是说这个 嗯 就看命了 接下来 接下来这个看 那就是只能是看命 看这个运气看命 所以 这就是 基本上来说这个行业呢 老板肯定是挣钱的 然后 这个 这个老板肯定是不管怎么说 这肯定是挣钱的 然后但是就是说能挣挪时间 可能老板自己也不知道 这个完全就看 这这还高收入人员 这不高收入了 这个其实 有人说20万年薪还不够吗 20万年薪你得看是以什么代价 对吧 如果说20万年薪是以健康为代价 那 其实我跟你说 就是说 你10年挣200万 对 对 这不是一个狗 10年挣200万 你得吃你得喝 对吧 就说你10年你吃了一半喝了一半 你剩下100万 这100万可买不回来你的健康 你放心这100万扔在你的健康上 什么什么也不是 那对我忘了 那个 你就是老板会给你们 就是你们的雇佣这个 雇佣的这个关系正规吗 就是说有有保险 或者有什么这个 应该现在都有了吧 没有 没有啊 就是完全没有 你们没有合同 就是你们不跟老板签合同吗 不签合同 就是说这寄件或者 寄天 寄时这工资的意思是说 是大家是临时工的意思 对不对 对 所以你明白了吧 其实20万的年薪 或者说一年挣20万 你要这么看来 其实它不算什么高收入 这其实算是一个 只能说是 当你扔在当地 可能会稍微好的人 他那个地方 这个不是说这个一线城市 不是一线城市 所以相对来说 反正生活条件是稍微能改善一些 但是这个东西不是一个 说想大家想象的 这个20万年薪有多少 这个真没有多少 就是因为他的资历比较低 像你没有文化 或者其他的什么 可以来做这个 因为他不需要什么 他只需要你的劳动 就是他 他反正他只需要 因为半个月 一个月肯定就能 就能给你 就能让你上手 你就已经可以去干了 对不对 所以管你是什么小学学历 中学学历 其实都无所谓 你就直接就来上班就行了 唯一好的反正就是 这个应该干这行 干这行应该也没有时间 去交女朋友啊 有啊 那你上班的时候就有时间 还有上班的时候 你可能会遇到 那个工厂里面的巨大的女孩子 就是可以跟厂妹 然后这个稍微交往一下 那你后 你现在这个 有认真在交往的女朋友 没有以前有不够分了 分了啊 那个 对对 这是他是你同行是吗 就是 你能不能跟我们 当然这个你可以不回答 就是说 分的原因到底是啥 没什么 这个没什么 他是做衣服的 他是做那个衣服 就是分的为啥 就是是见不着面 还是说这个 觉得你干这行太危险 或者什么的 没有前途吧 没前途 没前途 对对对 因为你 你一年就算 打工的话 你就十几万 嗯 做生意的话 那里 而且还非常辛苦 嗯 没有什么时间 一天十个小时 十一个小时 十二小时 每天都 都在干这个事 所以 也确实是怎么说呢 就是说 就是说这这确实不是一个特别让人放心的行业 因为他毕竟这玩意是灰色的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 这是灰色的 嗯 你进攻了 那里 他只要说 嗯 只要说别人查到你那里 那你就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 嗯 嗯 反正这个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这个辣椒老大也挺不容易 啊 我们也特别感谢他今天 来上这个访谈 啊 因为 嗯 因为我们我们这个从来说实话 说实话 如果不是辣椒老大的 我也不知道 沈七也是干这个 对吧 他沈七他也不会说他是干什么的 所以就是说 咱们这个职业访谈都是抛砖引玉 啊一边弹幕上咱们也能了解好多东西 一边咱们听听一线的 就是现在正在这个行业里的干 我干活的这个从业人员到底是什么样 然后咱们也能知道说 这到底这个是看起来比较好 还是说是真的比较好啊 其实我们现在做职业法团做到现在 这个职业呢也做了这个小一把 等了吧 做了做了小一百期职业法团了 其实也没有哪个说这个 说哪个行业说看起来特别好 然后实际上这真的特别好 他那也没有啊 除了空景啊 36D 好像也就空景能拿出来咱说说了 其他你说说什么都是这个一把心酸泪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那我也各种各样的就是 各种各样的就是其他的利益关系啊 对啊 对啊 所以这个 也祝这个辣椒小蛋能尽快啊 想明白就是说接下来想干点什么 我觉得这个行业可能现在看来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对不对 那当然沈七 对 沈七他说他说他是 那行业底层那肯定是有点心酸 那就是言外之意 沈七你不心酸 沈七要是哪天咱们 刚才他当然不心酸 对啊 他只负责买货或者进货的什么 对啊 他可能他的来钱比较容易 对啊 你没看他刚才说嘛 他连厂他都不进 他进厂 他都这个带房路面具进的 所以你看就是说 他日子当然还不错了 对吧 所以这个 我以前也不进啊 我以前也不进不过后来 没有钱了 也得进 当老板反正总体来说 就是不用在一线去忍那个死老鼠 忍那个 机箱里头的各种义务 但是这个也并不是说多轻松 然而这个老板呢 沈七他们现在是说他是在这个 你刚才说是在越南的吧 就是说他现在去了 可以合法做这个的国家 所以相对来说 他做这个的话 是现在的话 可能东南要比较多 然后就是在马来西加这边 然后泰国肯定没有吧 因为就是中国不接这个洋垃圾了 那这些国家肯定就会抢着 去把这个市场给吃下 因为他在老拨 因为我有很多朋友 他在马来西加那边上 他是办那个旅游签证过去的 然后在那边待了一年 然后现在他回来的话 他就不要回来 对 是能打黑工去了 其实就是做黑工去了 黑在那吧 对 是打工 然后打黑工 然后打黑工的话 他现在回来 他就只能从马来西加飞到香港 然后香港再飞到城市 所以当然就是说一线工人肯定是最难的 反正也祝辣椒老大能后边好好的想一想 争取找到一个靠谱的能做事 然后不再牺牲健康 然后远离灰色产业 然后应该岁数也不小了 应该也小30岁了 对不对 没吧 我才25 你才25 对 因为我在那边坐的时候 我是十几岁就在这边来了 你不会是当时去的时候 你不会是同工吧 算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 好吧 好吧 就是万能 国家标准的话还要算是同工 算是同工 就是说25岁做事 就是现在想做别人 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 你有十多年的社会阅历 对不对 然后你有熟练的技能 你也清楚这领文档 我觉得做起事应该还是比别人容易一些 所以大有前途 25岁还来几 很好的年龄 那我觉得咱们 咱们大家弹幕上也谢谢辣椒老大 然后至于他的信息 大家就别打听了 因为这个也不想透露过多的 说这个 这个信息其实你们自己能查到的 你一搜的话 其实都知道 其实就是加工这玩意的地儿 就那么几个 你知道吗 你说那个就是做那个定器 凉垃机什么的 其实搜你都知道是合理的 对 基本上反正全国也就那么就那么几个地儿 所以大家也都这个 也别查了 大家这个 听一期节目 然后了解一下说这个 这个职业是怎么回事就可以了 那得了 那我先替水友们谢谢这个辣椒老大 然后咱今天这个连线时间 因为他他他他先熬着夜子能不能联想 这也是挺辛苦的啊 那就是这个辣椒 咱俩那个QQ上咱再联系好不好 好好好就是平时也算吧 没什么时间来看鱼哥的直播 他都在喜马拉雅他会听的 因为他是老水友啊 但是他这个是挺挺老的一个ID了 所以这个好多这个直播间水友其实也认识他 很有画面 听他这个聊天其实很有画面 那就这个不说别了 祝你身体健康好吧 其他的相不住了 好吗 嗯 快过年了 也祝大家水友 大家新年快乐 啊 我也替水友们给你拜年 好吗 嗯 那好那咱们今天连线先到这儿 好吗 嗯 那拜拜 拜拜 所以这就是洋垃圾啊 洋老大 洋垃圾老大的故事 啊 其实这个挺身临其境的 对不对 就是大家 大家听一听 然后特别的 身临其境啊 就好像咱们一块走进那个工厂 闻着那个味儿 然后戴着那个口罩 然后看着那个机箱里头的死老鼠 然后我在尖叫啊 你在给我出主意 你说快把它扔出去 啊 我说扔到哪 你说扔到垃圾桶 不容易 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也 希望这个更多的这类啊 这个职业 包括沈七同志啊 也希望更多的这种特殊职业 能够踊跃的跟我们联系啊 如果你也觉得说哎 我的口才还不错 我能把这些事情说明白啊 我做的这个行业很有趣啊 我觉得这个行业很容易被人误解 如果你是来自于这些行业的 跟我们联系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职业访谈啊 做了百十来期 基本上把我们这个你见过的没见过的职业 其实我们都做差不多了 所以也很少说再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啊 然后呢 所以这个去年一年啊 就明显看到职业访谈这个节目呢 就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主要是 确实很难再找到 就是这个有趣的行业越来越少了 所以也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啊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采访呢 其实是有一个是有一个采访大纲的啊 有些这个这个朋友说怎么说 听这个所有的嘉宾聊的都特别流畅啊 说这我可能不行啊 你不用担心 其实这个我们之前是对过词的 因为有些能说有些不能说啊 这个这个毕竟是一个毕竟是一个公开的节目 所以你也不用太担心啊 就是只要你觉得说我这人啊 说话不接吧啊 然后呢 我能够把事情描述清楚啊 我也跟人说话 我也不紧张 那基本上没有任何问题啊 你就来上职业访谈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下一期啊 我们这个职业访谈不做就不做 一做我们就约上俩 下一期的职业访谈呢 跟我们的这个直播 有一点点关系啊 有一点点关系 不是 审计不是说我找你你什么都敢说 是说 就我不敢拨 不是说你敢不敢说的 你说我不敢拨啊 然后算命呢 我没能做过了 算命呢 我没能做过了 所以下周 下周跟我们这个直播 怎么的信用工作者 跟直播平台有关系 怎么的信用工作者 你这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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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参加了吧 流能 对 你敢说 我不敢听 你知道 我怕我听完了没了啊 我想做鸭 怎么做好吃 做鸭这个 把鸭这个腿披开啊 比较好吃 啊 不管你怎么做 就是你这个腿一定要张开啊 要不不张开这个不行 下周2月10号的职业访谈 是某个直播平台的超管 是运营超管啊 所以呢 某个直播平台 这个 但是鉴于呢 这个这个直播呢 他肯定 因为这个东西 他肯定是跟斗鱼 他或多或少有关系啊 因为这个直播平台 这个就没几个了现在 对不对 大家互相之间呢 都有这个联系啊 所以呢 为了不找麻烦 所以呢 下一周 我们的这个直播 我们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节目的这个采访节目呢 是一期 录播啊 也不是不是录播吧 是一期这个在别的地儿的啊 我们的一个访谈啊 访谈完了以后呢 你可以在你可以在喜马拉雅 可以在YouTube 可以在优酷啊 可以在浑水摸鱼上 看到他的回放啊 但是你也不用问 说 那你在哪能参加这个节目啊 知道的人肯定就知道了 不知道的人呢 这你可以加一下群 到时候你如果有问题啊 你想问他啊 什么的 这个到时候 我们可以啊 这个可以用 但是为了不给斗鱼找麻烦 所以我们就 这个节目我们就不能放在斗鱼了啊 因为这个可能中间说的很多的故事 会跟斗鱼有关系的啊 所以啊 我们就某平台超管 自从也不能说自从有直播的行业啊 他是一个跟着直播成长起来的这么一位啊 所以他是一个资历也算比较老啊 然后业务能力比较强比较熟的 嗯 所以 所以这个下周2月10号 这是下周吗 是下周啊 2月10号 我现在我过得要乱 是下 下下周啊 下下周啊 今天刚刚1月30号 今天几号 今天几号 今天刚刚1月31号 就是下下周 下周2月10号 感谢Luna 感谢Luna 感谢大猩猩 感谢35032 2月10号 2月10号 我们 啊 就做这期访谈 算法工程师的职业访谈 这个我估计你不会爱听的 因为 算法工程师的职业非常的枯燥 枯燥到 为什么我们不访马龙 算法工程师 因为 确实没有什么可访 我们的一天的工作 在你的眼里 就是我们只是坐在那而已 我们也很少说话 我们也很少站起来 我们也很少跟人开玩笑 嗯 我们的工作 其实 确实没有什么可说的 因为我们的大部分工作都在我们脑子里头 就我可以跟你说 就是说 你是码能力 或者你是这个 你是 哎呀 你是写框架的 你是做算法的 还是你是在那 Country C Country V 复制人家代码的 我无作为 但是我们的内心世界很精彩的 知道吧 就是我们的内心世界 其实非常精彩 就我们的脑子里头是 很有趣的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过程 但是 当然 在可能在别人眼里呢 都会觉得 就是有我没我是一样 嗯 哈哈哈哈 面向索索引擎的编程 面向Gtop的编程啊 外观像一个石头一样冷漠 但是我们的内心很精彩 所以我确实不觉得 有什么就是访谈的必要 因为我觉得这种 这种生活说起来 比如说 你访我可能没有什么意思 你要访的 说它是个做游戏的 尤其是它是比较有 就是比较大的运营的游戏 你比如说咱魔兽里头啊 说暴雪咱们拉一个程序员 可能聊一聊这个 就咱们聊一聊什么Google 聊一聊暴雪 可能这个还行啊 但是 就是 但是我觉得一般啊 你说 拉一个梦幻西游的 咱们来聊一聊 啊 跟着你就梦幻西游很好玩 但是 程序员啊 坐在那儿 你也会觉得就是 养生多人有他没他 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他屁也不知道 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做 他在干什么 你知道吗 他当然做了一天的屁也不知道 他就是你问他说今天啊 李福贵 今天你有什么收获啊 今天我封装了三年前不知道谁写代码啊 我没有搞懂他是什么意思的 但我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呃 我也没有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拆拆看 因为注释在他离职的时候被他删掉 所以 我今天想了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 就是我们还是继续用他啊 然后呢 我可以在上面 呃 再做一层啊 出了bug 咱们再找 你看行不行啊 我看不错啊 但是你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凑合了啊 那 要不组长您来啊 那算了 我看还是按你说的吧 啊 可以了 大概 大概 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 工作的一天 很充实 大概一天啥也没干 看了一天呢 呵呵呵 呵呵 呵呵 就大部分的程序员的工作就是这样 知道吗 所以实在不知道有什么可采访 因为就是做游戏的不是都有趣 这个 这不是 不是说这个这是外体跟国企区别 你找一个育弊的程序员 他也是这么工作的 可能这个世界上你也就找个什么 感谢沐鱼之言的办法 感谢得了又在 可能你找个什么 什么 SE的啊 什么卡布空的 卡布空的我估计都是这么干的 啊 估计你也就找个暴雪什么的 他们是 可能还认认真真的说 培训一下啊 说这个 这个员工要熟悉一些代码啊 我们这有一个啊 产品迭代的记录 来你从第一期我跟你讲啊 可能 可能 可能就也就这种公司 还有可能 但是像 我估计像什么卡布空什么的 可能跟中国公司应该差不太多 啊 我们做游戏运营呢 最爱干的事就是跟制作部门撕逼啊 美中议会都登街大西 哈哈哈 找二 对 这个rockstar什么的 这种应该差不多啊 想看游画家的访谈 那不如你来 那不如你来 对 策划可能有点意思 然后什么 做这个 做这个就是游戏策划啊 然后做数据的 可能有点意思 知道吧 程序员 真的就是流水线 你别觉得说程序员是一个多 多这个有趣的工作 就是他很有趣 他确实很有趣 有趣到什么地步呢 就是 就甭管做什么的程序员吧 我敢说他坐在那脑子里的开party 不晃得不起工章 肯定了 要不然头发怎么掉 就激烈的思考理解 哎呀 恍然大悟 我靠人家代码写的 嘿 你说这 哎呀 这一块还没看懂 但是我又不好意思问我旁边的人 怎么办呢 那我就 先用了吧 不用搞了 搞他嘛 给我做个5000万美金的预算啊 我做世界规模的赛事 所以这个 别采访技术 技术就算了 太无聊了 太枯燥了 咱们要说的话 还是说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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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找找这个业务部门 业务部门呢 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 对 这程序为什么跑起来 我靠这都不报错 我这都不报错 这怎么可能啊 是不是我电脑坏了 是不是编辑器有霸子呀 对 就是初学程序 老觉得编辑器不对 编辑器有霸子 要不解释器有霸子 编辑器有霸子 反正就是总觉得是这个 他有霸子 这不是他有霸子 其实你有霸子 确实是 毫无疑问 确实是你有霸子 没有 没有什么其他原因 就是是这样 是这样 对 版本不兼容 对 ID有问题 都是这样 所以你 别采访这些人 这些人 还是把乐趣留给我们自己 好吗 答应我 把乐趣留给我们自己 你们看一下弹幕 你们看一下弹幕 有人被骂了 有人被骂 这也太巧了吧 我靠 大家都是程序员这么多吗 就满街掉一块板砖砸死两个程序员 是这个意思吗 现在咱们直播间里就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对 为什么他跑这不报错 我一跑200多错 200多错算好是吧 200多错算好 一出了怎么办呢 大学土木狗感觉跟你是两个世界 就是说 我觉得 就说 其实我还是能享受好多乐趣 虽然我现在也基本不怎么写代码了 但是就是在整个数学的过程中 其实还是我不少乐趣的 你知道吗 就是 因为做计算的乐趣 可能这就大家就已经 已经体会不到 但是说实话 从始至终 我没有从写代码这件事情 给我 就是我找到任何的乐趣 我 到现在为止 就是说 我还是很觉得无聊 所以我觉得 就是说代码外包这件事情 对于我 那可真是一个 就太棒了 你最好就是 让我做有限的计算 然后剩下的事都不用我干 我只跟你打电话就可以了 甚至少都不用我干 我公司里的真正享受 数学和代码的全部乐趣的人 只有那个变态的数学博士 只有他一个人 感谢Eclipse里 你被骂了 就是只有他还在享受 乐趣 只有他在享受 就是说 在计算 然后在实现如何计算的乐趣 只有他自己一个人 但是我说实话 我不知道这个直播间 不是这直播间 我不知道 就是说其他人 就 就大家会在那享受说 写代码的乐趣 写代码的什么乐趣 感谢一打口香糖 一打口香 不是一打口香糖 数学是有乐趣 数学其实真的是有乐趣 感谢那 数学的乐趣呢 数学乐趣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跟你描述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跟你描述 感谢娜娜的搭飞机 就是你知道程序员 为什么会有 就为什么很多程序员 喜欢程序员的职业 为什么你会看着好多的马农 说他创造世界 马农是一个特别容易实现 逻辑价值的职业 你明白吧 就是说他是在通过一个逻辑顺序 去创造 完全不存在的东西 或者实现 完全不存在的功能 马农的乐趣 就是通过这种逻辑 逻辑的方法去实现 那个 那个需求的时候 是 我给你打一个比方 比方说 比方说你在 你是一个修车工 每一辆车开进来 然后呢 你要把这个车 我们打一个比方 因为我没修过车 我也不知道 就是修车的流程 咱们打一个比方 就比如说所有的车 过来以后 你都是要先把它拆开 然后你看哪个配料的问题 当然真正修车 肯定不这么修啊 就是他肯定是有一个分析过程 但是 马农的乐趣呢 是 你这个过程 对于我来说 其实只是 200方代码 然后就这个事情 他有一个 就是我给你一机器 你知道往一个接口上一插 一扫 所有不能工作的地方全报错出来了 而且他的正确率达到了99.9% 你明白这种 你明白这种乐趣吗 就这就是逻辑实现的乐趣 然后那一刹那呢 你会觉得 你会觉得 你改变了世界 所以对于程序员来说啊 程序员会对这个世界产生一个误解 他觉得呢 就是说 他确实在改变 就是他的工作在改变世界 但是很遗憾的 我告诉你 他改变的世界很有可能只是 就是他认为说我改变了世界 但实际上 在别人的眼里 他改变了哪个世界呢 他改变了说 原来 我们这个游戏里头的 数 是我们需要一个人手动往上贴 然后给他一个编辑器 他手动往上贴 现在这个程序员解决了一个问题 就是树这个东西 不用在手动往上贴了 他可以随机 在空的地方随机排布 但是对于程序员来说 这是他改变了世界了 知道吗 然后当然对于你来说 你看见 你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树是人栽上 说人手放上去呢 还是能把它随地排布的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反正我玩游戏 我根本就不会注意那棵树的 那棵树有什么 然后跟我也没有关系啊 然后我也完全不觉得说 这个东西对我有什么影响啊 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对于程序员来说 这个事情特别的特别的大 这个意义特别大 然后大家会从这里头 获得极高的满足 出现了游戏里空气墙 就是他对这个事情 就觉得太满足了 我太满意 我今天的工作 你看通过我们这个团队六个人 通过我们这团队六个人的努力 我们改变了整个游戏的运行过程 某种程度上 不是全部 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 这就是为什么 所有的马农 一定不管你在哪个公司 开发一定会觉得 我们应该拿全额的奖金 因为如果我们要是不拿全额的奖金 难道要把这个奖金给运为吗 或者给运营吗 或者给这个销售吗 难道要我们的奖金要给他们吗 他们才是坐在那不干事的人 他们说的所有的东西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都是100行代码的事 但是他们其实什么也没有干 可能马农觉得最不应该 拿全额奖金的人 应该就是产品经理了 给推广可能还 还可以 可能心里还可以接受 毕竟这个大家靠钱 要卖钱嘛 对运运也是那么香 你这个图灵马农再说一遍 就是运运运运也不应该拿全额奖金 我们的程序根本就不报错 要运运没干嘛 不需要 那都是我们烧带手上干的事 对吧 什么都没干 所以这个 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现在的情况 大家随时大家都 哎呀 为了自己 真的想 行了 咱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咱们到这吧 我先给别人发个擦屁股 你好意思说 对可能可能大家最 对产品经理就是什么都不懂 那个吧 你说就是那个人吧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为什么最后这个说那么一段 又其实今天这个对于听录播的朋友 后边多了一段 其实 就是想说一下哪个职业 大家不要单纯的去理解 外边看起来说 说这个职业是这样的 那个职业是那样的 他们挣钱好容易 其实没有容易 虽然这个每个职业都有自己的乐趣 但是这个乐趣 不一定是这个所有的人都能享受 对不对 对不对 那这个职业访谈呢 因为好商人没做 那些话我又好商人没说了 就是不要去轻视你身边的任何一个职业 每一个职业 其实都 有他自己的世界 对吧 改变了树的随机排布这个问题 这当然是解决了一个世界的大问题 对 对 对我们为什么要要销售 我们为什么要产品经理呢 为什么不能马农自己就干了呢 好吧 哈哈哈哈 今天的啊 屠龙少年说那个 我有时候真是忍不住 两把刀冲进 两把菜刀冲进制作部门 一刀一个 你说这个 你说你这个日子你都知道过变态了 那不是要不然 要不然换个行业 还不然换换换个换个事 换个部门行不行 这已经快要干变态 别这样 都是大家都是好朋友 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一想 你以为这个制作部门啊 你看他们工作 其实我刚才跟你说了很不容易的 那都是一点一滴汇集起来 业务部门 他们 就真的挺容易的 哎 他们就是拿着钱 花预算 然后这个 买点买倒点量啊 然后这个 你要说有kpi 搞搞up值 up值搞上去 up值可以做 怎么都能做 对吧 你找点水军 跟他换点量啊 当然不管怎么说啊 还是挺不容易的 还是挺累的 还是 你还是跟辣椒老大一块练金吧 你也别一刀一个 练点金啊 练点铜 对不对 行了啊 今天的直播我们就先到这儿 明天是我们的都市怪谈 明天呢是我们的真真正的第一天 水有头稿的都市怪谈啊 罗马跟汉朝军队的故事 所以明天的同意时间 北正时间晚上 十一点多时间 下到四点 然后只要现在 喜马拉雅的 然后昏睡魔语的听录播的朋友 已经很激动了 说已经好久没有听到后边聊天 今天有聊天 那么感谢各位 祝大家晚安 咱明天的同意时间再见 好吗 那就赶紧睡觉吧 拜拜 好吗